生活中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你会以怎么样的心态面对呢 长城集团董事主席郭关华出生贫寒 15岁辍学 父母亲在他21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逝世 尽管面对困苦 郭关华却一直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克服逆境 他把问题变成动力 创造了上议员的企业 也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郭关华如何以不怕艰难的坚强意志 活出精彩的人生 而他为什么一直秉持着 用心和真诚的做人原则呢 一起和他面对面 他是郭关华 朋友都叫他华仔 他正在为公司的常年晚会录制新年歌曲的音乐录像 身为老板的郭关华不擅长跳舞 但是他乐于向其他的表演者讨教 这实实在在体现了他孜孜不倦不断学习的精神 因为郭关华深信 学习改变思维 思维改变行为 行为改变习惯 习惯改变命运 这句话就记录在他经常翻阅的这本《长城语录》中 我知道你有一本《长城语录》 放开来看看有些话 可能是他当下适合用的 当下可以鼓励他一下 鼓励他去把一些比较可能不高兴啊 比较不好的一些能量啊 都跟他记住这样 而记住的往前 厕子里的金玉良言 无形中一直安慰和鼓励着 从小就经历困苦的郭关华 他在马来西亚出世 小时候家境贫寒 七个兄弟姐妹靠父母做割交工人的 微薄薪酬过日子 为了谋生 他十五岁就辍学到新加坡当厨师学徒 你小时候的生活非常困苦 那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我父母亲都会因为 因为这个经济 相骂 相骂 可那时候小的时候也因为 我听到父母亲相骂 都是为了这个钱相骂 也一直在搬家这样 所以可能很小就给我知道 长大后真的 不可以有这个经济 这个金钱的问题 我父母亲在我二十一岁 就因为发生车祸 意外起始 所以那时候当然我们的七兄弟姐妹都很伤心 我哭得很凄惨这样 当时的确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 当时我就可能真的是 可能已经下了一个决心说 我要把自己 我要振作起来 要不要让父母亲失望一下 郭关华把痛失双亲的悲痛 化作奋斗的力量 专注打拼事业 他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也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育有四名儿女 大儿子已经十五岁 而还在牙牙血雨的老妖 只有一岁 这么多年来 你为事业打拼 肯定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那你现在有四个子女 你觉得你在陪伴他们方面 是不是有不足够的地方呢 应该是有的 这十多年都是在事业上 对我来说只是工作 在工作 所以我的孩子 特别是我两个大的孩子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时间 去陪伴他们 但是对我来讲 我希望说他们可以了解 了解父亲的一个角色 在当时是一定要把这个生意 把这个工作跟她做好 是 我们常说成功男人的背后 一定有一名伟大的女人 这个说法你同意吗 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太太 当初我在创业的时候 可能她还是我的女朋友 还没有把她起回来 当时她就是下了班过后 就会来我的摊位 她是把她上面的外套 我跟她拿下的时候 这个鞋跟她换一下的时候 我进去厨房里面 就把我的那些盘 什么都清洗干净这样 而且差不多是 可以说是 每天都会下来帮忙 所以一直都在 从一开始就默默在背后支持你 从一开始 是 从一开始都没有拿薪水 都默默在支持 对 谈到太太和孩子 郭关华幸福洋溢 温馨的家庭是她的精神支柱 也是一股推动她前进的动力 让她能够心无旁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无论是经营家庭或事业 郭关华都以两个原则引导着自己 那就是用心和真诚 那么这么多年来 您是秉持着用心和真诚地做人原则 为什么觉得这两个原则是这么重要的呢 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 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出生 所以我在看我的父母 虽然是非常的环境非常的贫穷 可能一些亲戚 我家里可能是环境也不是很好 我切米切什么东西的 他都会就是把这些米 干粮东西就是拿给我的一些亲戚朋友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就有一个印象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的 我们本来就是要将心比心 本来就是要用一种很诚可 很坦诚的一个心态 去面对我们的人跟事跟物这样 除此之外做生意有起有落 所以在心态方面呢 需要保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心态方面对我来讲保持一种乐观 乐观而且很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本身 我每次告诉我的团队 我们就是说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去跟他解决他 去解决他要去面对他这样子 不要感到他肤浅这样跟他盖掉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来制造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做起东西就会越来越顺畅 越来越顺利这样的情形 就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障碍在那边 我本身当然我也非常的感恩 感恩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团队 这么地支持着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幸运的 非常幸运 而且也因为这股力量 让我继续地可以往前走 往前开翻 家庭的幸福美满 给郭关华无穷的力量 而太太除了是他的贤内助 也是他的理财顾问 郭关华自认是一个蛮会花钱的人 那郭太太是如何帮他管理钱财的呢 欢迎你到财经追击的面部网页浏览视频 网页是facebook.com slash moneyweek